大家好 歡迎收看凱博Talk Show 我是世民 人家說有願就有力 願望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今天要介紹這位特別來賓呢 他許的願望常常會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而他的人生就是不斷的在自我挑戰 大家對他應該都不陌生 不過他今天要以全新的身份來跟大家見面 歡迎貝馬楊金 世民哥好 所有的凱博Talk Show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宇揚老師 但是呢是16歲的貝馬楊金 哇老師你突然就世民哥害我 當然我16歲啊 害我有點害羞起來 我16歲啊 你26歲你整整到我10歲 對現在老師的身份是以貝馬楊金 是以16歲來做出法的 為什麼是16歲 我記得 我的印象是台南有做16歲 就是表示說一個成長蛻變 一個長大的一個概念 那16歲就象徵是一個全新出法 你的概念非常的好 對所以老師也是16歲這個 怎麼發想 我的初衷是因為我16年前去西藏朝聖 然後看到第一尊的那個非常莊嚴的綠杜母的佛像 然後我就莫名其妙開始哭起來 然後不是傷心也不是難過 然後就是 就是好像前世今生 好像又重逢那個感覺 這是16年前 然後我回來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將來要來弘揚杜母的大愛 可是你看已經隔了16年了 所以我從西藏回來 然後我學習了藏傳佛教 蓮花生大事的焉貢 然後也看了釋迦摩尼佛的大藏經 那我就這十幾年來都在推展弘揚佛法 除了我的開心開運 本來命理的工作之外 我就一直在弘揚佛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就發現我有一部分的人 還沒有機會接觸到 講的比較佛一點就是還沒有度到 就還沒有結緣的意思 那我就想說 辦法會我們也辦那麼多年 也辦得很成功 也是海內外大家這麼的支持 所以讓我的事業可以很成功 弘法的路可以很順利 我才有這個資料 我們現在在屏東蓋第三座佛堂 那這一切的一切除了感恩諸佛菩薩 其實還是感恩所有支持 羽昂的所有的朋友 那我就在想 還有什麼可以回饋給 已經認識羽昂 喜歡羽昂 支持羽昂 但是有一撮人 他也許喜歡羽昂 但他不是佛教徒 可是他也很喜歡我的正能量 他也很想要接近羽昂老師 讓羽昂老師有機會祝福他 所以我就在想 只有音樂是跳脫宗教的 音樂是跳脫國界的 音樂是不管你幾歲 你隨時都可以跟你體內的水分去做同頻共振 所以這次演唱會為什麼會叫水的記憶 就是好的正能量的音樂透過我們身體裡面的水分的同頻共振 是可以療癒的 他是一個非常療癒的 那剛剛講到16歲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我的初衷是因為我看到16年前我看到的度母 那我假設16年前我就是一個出生的嬰兒 什麼事都不懂 因為在佛法的面前 就是像個白痴像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 所以我就把那一年當成我的一歲 所以今年就是被馬陽金16歲 那這是第一個原有 第二個原有就是後來我去讀佛教的經典 知道原來度母永遠都16歲 所以你看到佛教裡面度母的形象 他的身材是非常好的 就是那個腰就是腰 屁股就是屁股 然後他就是 就算他都摟落他都沒有穿 但你看到他你就是覺得他太莊嚴 他太美了 所以他永遠都是16 再來我就覺得說 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16歲 16歲的我們 有些人可能在國中要轉高中的時候 有些人早讀有些人晚讀 所以大概就是國三到高一的那一個階段 那這個階段的人生呢是很善良的 很純真 很純真 而且呢是很勇敢的很無畏的 好像小老虎一樣 就很敢去嘗試自己的人生 因為那個時候你也要面臨要選擇自己的科系啊 要讀哪裡的學校或者要就業啊等等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16歲 所以你的16歲 他的名字就叫貝馬陽金 那貝馬呢他就是一朵蓮花 蓮花出於你而不然 可是你知道 口說好話就像口吐蓮花 口吐蓮花 就是一個正向善的力量 人家說說出一朵花 就是說出一朵蓮花 那可是你要知道蓮花是長在淤泥當中的 那這些污泥能夠成就蓮花的芬芳 所以這些污泥也是好泥 也就是說 我們從16歲子到現在 我們經過了風風雨雨 坎坎坷坷坷 困難也好 磨難也好 批評也好 受傷也好 這一切的一切 你都可以把它看待成是你生命中的污泥 可是污泥來成就現在的你 所以這個貝馬是每個人內心的那一朵蓮花 也就是你自己內心的淨土 那殃金是妙吉祥的音樂 我想每一個人從小到大的過程 一定有一兩首歌 可能你學生時代唱的什麼 如果你是陽光我就是那小雨 就類似 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內心的音樂 那所以我覺得音樂是可以一直不斷的 存在我們水的記憶當中 而且它不斷的可以療癒我們的身心靈 所以這一次就是希望貝馬央金的音樂 可以療癒每個人的身心靈 同時它可以喚醒你心中的16歲 讓你重拾勇氣 重拾青春和健康 對因為我們常常在說要找回初心 其實釋迦摩尼佛的藏經裡面就有說 其實人人都是善良都是聚佛性 只是因為太多的無名煩惱 讓你覺得很多事情 比如說工作上也好家庭上也好 遇到一些問題你就會很執著在那個點上 對 所以你會走不出來 這個就是 釋迦摩尼佛講的如來賬 就是本來面目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原來的佛性 可是呢 有時候走著走著走著太遠 就忘記我是從哪裡來 那我未來要從哪裡去 那有時候就會把自己的初心給忘記了 那原因無它 就是我們太 執著了 在意別人對我們的看法 我們太 太活在別人的眼睛裡 太活在別人的嘴巴裡 然後呢 我們去討好別人 我們跟世界接軌 我們去善待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但是唯獨就是沒有善待自己 沒有好好的愛自己 你今天到百貨公司 或者到一個很漂亮的店裡面 然後你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東西 然後你就開始在想 你不是想這個我要拿在家裡 我要怎麼用它 而是在想 這個送我的太太很好 或者這個送我的姐妹濤 還是這個送給我的老師 還是這個送給我的孩子 是很棒的禮物 於是你就會很費心的把它 大費周折的去包裝它 可是這一份禮物是給別人的 每年的母親節也好 什麼節 我們去買所有的禮物 都不是為了自己 都是為了別人 哪一次你可以為你自己 好好的活一次 所以貝馬央金的演唱會呢 它也是一個度母的大愛 而我覺得每一個母親 就像度母一樣 上面要孝順父母 要照顧小孩 還要做很多的人際關係的一個辛苦的聯繫跟溝通 什麼時候也想想自己的內心 是不是也是很需要被呵護的 哪怕只有一天你也很想被照顧一下 你也很想被人家關心一下疼惜一下 所以我為什麼設在4月23號24號這兩天 在台大體育館來辦這個沉浸式的演唱會 其實最重要就是讓每一個當媽媽的 有機會來療癒自己 媽媽健康了你的孩子才會健康 你的家庭才會幸福 而也鼓勵所有的為人子女的 都可以帶著爸爸媽媽來參加這個沉浸式演唱會 從我們的七脈輪的療癒也好 從身心靈的角度來療癒也好 從我們累世來的這種 這種莫娜耶士留下來的這個記憶 怎麼去把負能量給清除掉 那這個就是這個演唱會很厲害的地方 老師你的演唱會是水的記憶 那我印象中老師其實是怕水 我很怕水 為什麼會想要取做水的記憶這個主題 我的製作人一直認為我們水的記憶 這個演唱會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它的意義 因為人類也是來自海洋 我們在娘胎裡面也是包覆在羊水裡面 而且我們人體有70%是水 你怎麼樣去跟這個水好好的相處 去同頻共振用好的音樂去衝擊它 讓它的負能量從你的身體離開 然後你吸足好的能量可以讓你往後 不要說16年甚至36年56年都可以過得很好 這是水的記憶演唱會的一個初衷 那我的製作人就說那不行啊 我們必須得跟這個水有一些連結啊 然後他就問我說你會不會游泳 我說我不會游泳 他說那我們來嘗試潛水 我說喔好啊 出生之賭不畏虎 因為貝馬陽金回到16歲 他就天不怕地不怕 拍完之後才很厚怕 拍的那一天我要在剛好是寒流 9度啊 對 9度的 而且我在5米的池 深水池裡面拍 他是沒有沒有溫水的 他就是長溫這樣子 那我在拍的那一天 我是用憋氣的方式 就是我前面有練了四堂課 就是緊急練了四堂課 我已經可以在水裡憋了兩分多鐘 但是呢在水裡跳水舞又是另外一個挑戰 你還要做表情動作 因為我不會跳舞 那你知道如果我們戴著面罩的話 那要在水裡待兩分鐘 我大概都有辦法 對 可是因為在水深5米的地方 你要一直做平壓 我相信有 會有去潛水過的都知道 他要一直去擠鼻子 要去把耳朵的壓力給平衡掉 否則就會流鼻血啊 流耳朵流血 會很痛的 非常痛的 那所以呢 而且我在水裡要前滾翻後滾翻 然後最後連鼻甲導演都不讓我戴 導演說戴那個鼻甲太醜了 不好看 沒有背馬央金16歲的樣子 所以我也把鼻甲拿掉了 你的服裝還是飄逸的 我那個服裝是林薇老師 特別幫我設計的 在水裡面曼妙舞姿的一個禮服 那他都是沙 所以他就是輕飄飄的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都說 你是不是那個裸體啊 其實我沒有裸體 其實我是穿著禮服 只是因為那個沙會隨著水流漂白 那我在水裡呢 就是又要憋氣 又要去平壓 然後我又要前滾翻後滾翻 所以我那個水就是從我的鼻孔 一直灌到我的腦門 就是這樣子來回不斷的嗆水 我拍攝那一天 我拍完我才知道 我身邊有很多醫生護士 而且救護車就在南港 南港運動中心的門口 拍完我才知道 事情這麼的大條 竟然還動用 而且我現場工作人員 所有介護加起來 大概有50個人 我就問我的製作人說 這什麼規格啊 國際巨星啊 他說你就是啊 你就是國際巨星啊 他很怕你有什麼閃失 很怕我有什麼閃失 還有就是這一場演唱會 因為我們今天把這個規格 拉到這麼高的層級 就是為了將來 我們可以到東南亞 到日本到歐美去巡迴演出 希望我的肚母的大愛 可以廣結善緣 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 你看現在喔 我們台灣算還是很安全的地方 全世界疫情這麼的嚴重 還有戰爭這麼的讓人傷感 打開那個新聞 啊常常不是天災 就是人禍意外事件 不然就登山的 不然就哪裡戰爭 哪裡森林大火 哪裡又什麼雪風 真的每一天看到這些新聞 不要說你現在工作 有沒有著落 你現在感情好不好 你要不要應付很多貸款啊 負債啊 人際關係的壓力等等 人生活都已經這麼多苦難了 遑論有這麼多的天災人禍 我們要怎樣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潮流裡面 安身立命 找到自己的家 所以我在這一次的演唱會裡面的設計 我用五感 來讓大家去體驗生命 老師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OK 外籍家庭看護工 受疫情影響無法來台 家庭照顧誰來分擔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回母國休假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顧者 經縣市政府照管專員評估 屬長照需要等級二級以上 就可申請使用各項長照服務 如有需要可播1966長照專線申請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能量歌手貝馬央精 那他開的這場演唱會呢 是國際級的 聽說還有五感體驗 我們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一般我們去看演唱會就是很開心 然後嗨一嗨然後就回家了 但是這個陳靜式演唱會 他整場是有故事脈絡的設計的 也就是說這整個裡面的氛圍呢 我總長度設計了108分鐘 108分鐘它是一個宇宙的圓滿之數 在佛教它也是一個圓滿的 佛珠也是108顆 對 念經也都說念108遍 然後燒蓮花也是燒108朵 那地球到這個太陽的距離 也是太陽的直徑的108倍 所以這個宇宙已經把這個108這個數字 已經解釋得非常的完善了 那所以我用這108分鐘 然後加上五感的設計 讓你一進來這裡面 你就好像一方面你沉浸在這個 整個演唱會的這種快樂的氛圍裡面 一方面你接受了五感 在療癒你的身體的這種細胞 讓你細胞在這裡太舊喚新 那第三個呢 這108分鐘就仿佛你參加了108次的靜坐 的那樣的體驗的深刻 所以五感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眼睛 眼耳鼻深意五感的感受 眼睛所看到的舞台就是彈城 這也就是為什麼沒有辦法在固定舞台的地方 做這個演唱會 所以才會花大錢 最主要是這整個舞台 就是我心中的彈城 也是你們心中的彈城 我要讓你們看到這個彈城 讓你永生難忘 它就存在你的記憶裡面 你任何時間你覺得我好煩 我好進不下來 你就可以把你心中的那個彈城 在喚醒 在看他一眼 所以這個彈城的整個高度啊角度啊 所有的設計 還有我的LED的螢幕 什麼時候放什麼樣的影片 什麼時候跟哪一首歌做結合 整個經過非常應該說精密的設計 每一個環節 就無數次的開會討論 務必就是做到每一個人進來這裡 108分鐘 就要讓他回去脫胎換骨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呢 就是耳朵所聽到的音樂 一般的佛教音樂 你會聽起來 雖然它也是會讓你心比較靜 但是你聽起來你就感覺 好像不太好意思把它公開放出來給別人聽 他感覺好像他的音調就比較呆板 旋律就不是很活潑的 那當然也不是說我的音樂旋律是很活潑 但是這一次呢 我特別情商這個國際的編曲大師 鍾新銘老師 這個Baby也 他光在台灣得這個金曲獎 就得了無數次 金牌製作人 那他也是在世界各個 各國的這種不管是交響樂 管弦樂 他都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這一次是他抄刀 把我所有的音樂呢 做一個整編 包括過場的音樂 包括每一個故事環節走在哪裡 全部有他 現場也有樂隊 那他自己在事先也 會做一些比較困難的工作 先做蹭底 所以這一個音樂呢 它是很值得你來聽的 大師真的不一樣 很深刻的是您說 譬如說身體那裡不舒服 嗯 你就摸著那個方位 然後就 邊聽著您的音樂 是一個治療的歌曲 有一首 有一首歌是藍杜姆 那他第一句就是藍色琉璃光 刹那一瞬間 撵花微笑 撫平我傷痕 那這整個歌詞 全部都我寫的 這整張杜的唱片的歌詞 全部都是我寫的 這是我多年來的一種感悟 還有我實修的過程的 感動的眼淚流 寫下來的一些文字 做的紀錄 那藍杜姆就是因為它是療癒的 療癒身心靈 好比方說你頭痛就可以摸著頭 比方說要進藍杜姆 因為每個人進來都會拿到一本場刊 對 你就知道在幾點幾分的時候 是藍杜姆會出場 然後現場的燈光氛圍 你也知道療癒的時光到了 你腰痛的你胃痛的 甚至有人長期胃病的 胃炎的 你就可以去摸著你的胃 你腰痠背膝蓋不好的 你就可以握著你的膝蓋 為什麼呢 我們用我們的手呢 去跟現場的那個能量呢 做接觸 練氣功的人就知道 這個手它是有能量的 它能量因為它是跟外界接觸 所以它可以直接接收到 我空氣中那種音樂的療癒能量 然後它可以直接摸在 它不舒服的地方 就很像藍杜姆摸著你 而且藍杜姆的那種 整個的經文 全部都是仁波切在念 所以藍杜姆要出場的時候呢 我唱已經在後面三分鐘的事情 前面三分鐘 全部都是很好聽的經文 然後搭配 所以Baby老師的這種編曲 你在裡面 我真的可以說 你真的會沉浸其中 你那一刻 你沒有世俗的煩惱 你也沒有自己 你已經進入一個無我的境界 然後你頭痛的 耳朵不好的 眼睛不好的 你真的好好的 甚至你可以閉上眼睛來聽 它真的很有療癒的能量 還有像一首黃杜姆 她是招財的 她是橫河女神 末法時代的眾生呢 會為錢所苦 會被錢逼著走投無路 那橫河的女神 她可以有無盡的財富 但是重點是你要跟她認識 你要跟她相應 所以我特別設計了黃杜姆 這一個曲子 就是讓大家 可以透有黃杜姆的加持 黃杜姆的垂簾 去找到你人生心的方向 然後早日實現你的財富自由 種下一個財富的種子 將來可以 想種落錯了趕快來聽 黃杜姆真的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的咒語的配合 那其實咒語是存在宇宙裡面的 一種很強的能量 所以你不要介意說 你是不是佛教徒 或者你不是佛教徒 你沒有很虔誠 或者我過去做了很多的錯事 或者我曾經罵過佛教徒什麼 我怎麼辦 你最好來 你來了 你就是把你自己的心膜給除掉 因為後面還有更精彩的黑杜姆 那我就說到這裡 那這個就是眼耳 那鼻子呢 鼻子會聞到很特殊的味道 我很好奇 一般演唱會比較少有這樣的安排 因為在人還沒有進場的時候 我們會做加持進化 那人進來的時候 你聞到的味道可能沒有那麼的特別 可是當我們在表演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設計的橋段 會讓你聞到某些味道 那我相信那個味道會你一生中 讓你一直停留在最美好的時刻 這個跟燕貢有類似嗎 跟燕貢有 這是一種香貢 我們用香來幫你供養這個龍天護法 然後財神 那香氣就是財氣嘛 希望你沾滿滿的香氣回家 那意的部分我們就講感動 你一定會有感動 因為這裡面不只有我的演唱會 有我的舞台劇喔 處女秀的舞台劇喔 然後還有我的獨角戲 這是我第一次邁向全方位藝人的 所做的努力的大家可以來看 那可能大家會想說 你不是科班 你過去也沒有這些經驗 那我們如何期待你有精采的演出 因為我的團隊所找來的這一些老師 來指導我來啟發我 都是國內一流的專家 他們數十年的教學經驗 怎麼樣可以幫我一個 完全是一個素人 變成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人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在上課 一直不斷的在學習 那眼耳鼻聲意嘛 那我們講到聲的部分就是有觸摸 我們在現場會做 準備兩百份空飄的禮物 從空中落下來 因為它的材質很特殊 一般國內是沒有辦法做 這是日本定製的規格 真的大成本 對 那這個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拿得到 但是拿到那你就是 無上的祝福跟加持 所以你說能不來嗎 而且那個現場你還可以看到 比方說你還可以看到 我在水裡的水舞 老實說水舞到現在 我本人都還沒看過 你還沒有看到成品 因為他們就要保持一個神秘感 連我都不要給我看 因為他們想 如果我看了我可能來上宣傳 我就講出來 他不讓我說 因為這個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 那我覺得這個水舞 他們覺得非常的有power 非常的有能量 其實就是在告訴大家說 貝瑪央金16歲這種無味的勇氣 最害怕水的汗鴨子 他都做到了 那麼人生還有很多事情是 你想克服 但是你原來沒有勇氣克服 那你看到這個水舞之後 你由內心就會 有一種大的勇氣 就覺得他可以我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以後 在肩上的擔子就很大 就是我們的一言一行 就是別人也許是學習 當然也有可能是批評的目標 但批評的那個部分 善意的批評我都接受 我也確實覺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就像我這次要開演唱會 很多人也很質疑 你會唱歌嗎 我唱的歌還真有能量 對 老師真的會唱歌 因為我之前有看老師在那個 吃飽三食 在總統府前面的一些藝人 你也去了 也是載歌載舞 所以真的老師的歌聲 我是有聽過的 對 歌聲還有分唱流行歌 然後唱這種能量歌曲 我是有再重新去拜師學習 發聲的位置啊 還有發聲的力道啊 放在哪裡 我是有 我是很誠意 我不是說 反正我本來就會唱了 那我就照我原來那樣 我覺得那樣子不夠誠意 所以我學習肢體語言 連走路都重新學習 怎麼樣去用核心學習 然後為了這個演唱會 每週還上兩次的重訓 然後每天的跑步啊 還有我自己原來的瑜伽 氣功啊 然後我的 要看很多的舞台劇 就是實際到劇院去看 去看別人怎麼詮釋他的角色 那希望自己在 我也在詮釋貝馬央金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也可以把他非常活靈活現的展現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貝馬央金16歲 他很單純 他也許不足 也許不完美 也許很多事情都不懂 但是他有勇氣去挑戰自己 然後去突破自己的極限 水舞就是一個很大的極限 其實不要講水舞 光是講肢體語言 還有這種身體律動的開發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極限 無論如何是過去想都不會想 今生今世竟然還有這個機會 來重新學習這一些 老師當歌手有在你的 我的志願的清單裡面嗎 小時候 其實我小時候第一志願就是很想當歌手 可是你知道我們鄉下人 就是家庭環境又很差 也不可能說什麼學鋼琴啊 拜老師來學唱歌 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我們小的時候 就是比方說有賣藥的 來有康樂隊就是來賣藥的嘛 我們就會上台去唱 然後就會送給我們一瓶醬油啊 或者一包餵素之類的 那媽媽就很高興 所以每次只要有康樂隊來 就叫你去 我媽媽就會去報名說 那你跟他講可不可以換胃精 這樣子 還先選好他自己要什麼 對然後我妹妹就說他要醬油 這樣才不會拿兩瓶醬油回來 就是都拿不一樣的東西回家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啊我會去 去遊覽車客串那個遊覽車小姐 就是在車上唱歌的 其實也就只有想 頂多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長大以後就反正就是在 煩心就是要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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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睜開眼睛就是工作賺錢工作賺錢 到了現在才有辦法去把內心的 那個16歲那個無畏懼的被馬羊精 把他喚醒 然後活回自己16歲的樣子 不一定我們的外表像16歲 但我們的心態 至少可以跟我們內在的16歲 去做一個連結 去回想16歲的一切美好 那麼如今你所遇到的種種磨難也好 挑戰也好 你就會更有勇氣去面對它 所以有目標就有動力了 對 所以老師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 一個人生啟發 那更多老師的精彩故事呢 我們下個禮拜的talk show節目呢 再跟大家做介紹 拜拜 拜拜